艷阳五月天来排芒果冰多小鼠 因为31日用电量3671.31万千瓦 创下历史五月用电第二高 台电出招7月容量1000千瓦以上用电大户 需要强制节电5% 如果用电达标基本费打8折 超标就要加收四成电费 电的不足会影响到整个工业 商业跟民众用电的幸福指数都会下降 5月29号被转容量已经降到3%以下了 那么同时我们降低于6% 已经有超过十几天了 跟稳定的供应 我们是感到忧心的 企业对供电没有信心 立位磨刀霍霍尬上经纪部长玄容金 连续4月到现在9次的大跳电 如果可以讲任何的库上 从经纪部到行政院全都挂保证 要大家安心今年不会限电 还说去年备用容量剩7.1%到7.2%左右 今年有11点多 但立位还是不认同 旋转 跳跃 我闭着眼 我现在把这个歌词稍微改一下 轮流 跳电 我翻白眼 只是缺电一刻也不能等 企业也只能自救 桃圆的工厂的屋顶现在已经全部是租租做太阳能了 以目前绿能的扩张速度 也许赶不上整个就是企业界用电的需求 还没到七八月的夏天 电力供给问题继续挑战小英政府 东森财经新闻综合报导